接下來就要上的重點就是要越向盈虧 就是越有陰晴緣缺那個越向盈虧 基本上因為地球會繞太陽 月亮會繞地球 所以三者之間就有一個角度跟位置的關係 因為角度跟位置的關係 所以月亮會有陰晴緣缺 向下面這個動畫所顯示的 你會看到人家晃有沒有 人家晃 天秤洞 火中沒有焦 因為天秤洞的關係會配合我們後面會講一件事 就是月亮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地球 人家會晃 左邊晃一晃 右邊晃一晃 所以你可以看面積會超過50% 會50%多一點 因為左邊晃一下 右邊晃一下的關係 天秤洞不用理他 就看到這個現象知道就可以了 以後再說 我們要講的就是月向盈虧 另外一張圖顯示的也是類似的話 就是有個地球有個月亮有個太陽 這個小圈圈是表示月亮繞地球 可是它一邊要繞地球一邊要繞太陽 所以這個大弧度才是真正的月亮的軌道 一邊繞地球一邊繞太陽 因為太陽地球月亮三者之間的位置關係 所以看起來就有這個 有的時候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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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做月有陰晴圓圈 我們就要講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講這件事 這個事情 你總共扯到三件事 一個是要方位 一個叫做月向 一個叫做時間 三件事知道兩件球第三件 我知道時間知道方位問月向 知道月向知道時間問方位 聽懂齁 所以三件事知道兩件球第三件 問你怎麼回事 所以你要知道我怎麼看時間 我怎麼看方位 我怎麼看月向 第一個看方位請看地球自轉 地球自轉說法一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也就是南極向下看順時鐘 第二個不管你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通通都是由西向東 都是由西向東自轉 所以這邊有四位大哥 這邊有四個大哥 這位大哥由西向東轉 右手西以我為準 右手西左手東 這位大哥由西向東轉 上面西下面東 這位大哥由西向東轉 左邊西右邊東 每一個人東跟西通通通 不一樣 需要判斷方位東西的時候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逆時鐘 不管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通通都由西向東自轉 OK 方位問方位請看地球自轉 地球如何自轉 地球由西向東自轉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方位 第二個 時間 時間就是地理學過時區 地球上不同的人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太陽地球人在哪裡 日地人的關係 來決定我們的時間 太陽照過來 有一邊是亮的 有一邊是暗的 亮的這一邊 中間叫正 暗的這一邊 中間叫做止夜 上面是白天近晚上 睡覺做黃昏 下面是晚上 白天這裡叫做清晨 所以我們就如果問時間 請看人在哪裡 日地人在哪裡 白天的中間叫正午 晚上的中間叫止夜 白天近晚上叫黃昏 晚上近白天叫做清晨 這樣子有問題嗎 少數題目會說是幾點鐘 那我們就規定 這個叫做早上六點 這個叫做中午十二點 這叫做下午六點 這叫做晚上十二點 我們就規定這樣子 就這樣解決 就這樣解決 OK 如果他需要問幾點 我們就這樣解決 不然就這樣解決 好 少數題目要講時間的 就是這樣解決掉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問的是時間 時間請看什麼 請看日地人在哪裡 日地人在哪一邊 人在哪一邊 白天中間 晚上中間 白天 白天進晚上 晚上進白天 最後一個叫月像 剛剛講過 月像是太陽地球月亮對不對 所以是日地月三者的關係 日地月三者的關係 定出我們的月像 太陽照過來 有亮的有暗的 地球看過去看到黑黑的月亮 這個稱之為碩 這個叫做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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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習慣上說這個叫做初一 這個叫做十五 這個叫十五 之後初五叫十五 然後呢這個看過去 月亮有一半是亮的 有一半是暗的 所以叫做閩月 這個叫做閩月 這個叫先到所以叫做上弦 這個叫後到所以叫做下弦 所以先到叫上弦 後到叫下弦 老師 我怎麼知道誰先到誰後到 太陽系的運動 除了少數例外 國中不交 方向都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地球是逆時鐘自轉 地球就會逆時鐘攻轉 月球也會逆時鐘攻轉 方向都一樣 所以這裡主張的話地球是逆時鐘自轉 所以月球也是逆時鐘攻轉 所以這個叫先到叫做上弦 這個叫做後到叫做下弦 OK 這叫做月向 所以簡單化成結論叫做 月亮卡中間的叫做碩 棒旁邊的叫做望 先到的叫做上弦 後到的叫做下弦 可以嗎 所以問我月向就是日、地、月、三的關係 月亮卡中間叫做碩 棒旁邊叫做望 先到的叫做上弦 後到的叫做下弦 我是不是判斷月向 這樣子可以嗎 好 如果你懂得怎麼看時間 怎麼看範圍 怎麼看月向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解決題目了 OK嗎 OK 很好 跟真的結構 贊助 딫